教授來提名助手 謝謝教授 謝謝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這個長河 我覺得有必要做一點點歷史的回顧 否則不曉得今天盛大的內容到底在談什麼 在這裡大家會發現好像有生疏 又要介紹三高所引起的一些心腦血管病變的逆轉防治等等 那我想我簡單的把我所認知的幫大家做一個檢調的一個review 第一這個副刊大家聽起來會覺得說 是不是這個雜誌社挺刊的然後再副刊 不是的這個雜誌社都那個自然醫學文哉社啊 他是一直延續下來 那在最早的時候 他有類似陳老醫師 他的 康德利美拉利 每三個月一期的雜誌 那他出雜誌 但是後來因為業務繁忙 那就停下來 不過在這個停下來的過程當中 十多年 並沒有把自然醫學文哉社的工作停下來 而這當中一本一本的書呢 就陸陸續續的出來 從今年 張祺醫師他寫的自然醫學原理 這個 都是 那還有 核社長他本身寫的胃癌細胞頻繁 雖然 不在他的文哉社出版 但是 不停的在這個工作 我 這裡呢 拿出了這一本 《眾遊天海》是2004年 很出版的著作 這個《眾遊天海》啊 就是說 在中學的時候看到 中美英女士他寫的 《海天淫宗》 那個宗是十字旁 那個時候我就很調皮的把它逆 逆向的 把它唸回去 如果《海天淫宗》變成眾遊天海 好像意思還不錯 那後來我是領悟到 足跡所流 《海天淫宗》 那如果上了年紀 不想多跑啊 那這個時候我能夠空位靈道 《眾遊天海》 這個一個《眾》一個《眾》 那把它逆轉 趴裡轉 意境也蠻不錯 那當書成 成之後呢 寫書很辛苦 書版也沒有頭緒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核社長 就出來幫這個大海 他出了 用他的《文哉社》 幫我出第一本書 接著下來 我說我希望能夠把這個 眾遊天海的理念 用一個圖把它表達出來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寫東西寫一大堆 不值最後的一篇文章 最後的一篇文章寫一大堆 在為故事最後的一句話 最後的一句話 最後最後 最後 我們就應該要有一個簡單的一個 Signal 一個Logo 這個才是關鍵 這個也是 曾教授他為什麼在弘揚 這一種 易經開幕成幕的這個大道理 就是在這裡 不要講得那麼明 就是用一個符號 簡單幾句話 裡面有蒙古地帶也沒有關係 讓大家慢慢的去取交 就有更大的空間 那我這個 眾遊天海 和社長他說 我常常跑住的 那我在飛機上面 我看下去的景色 我就照著這樣的一張相片 然後他就到 一個雜誌社 千挑萬挑的 幫我挑出了一個這個 熱氣球 那貼上去 這個就是 眾遊天海這樣一本書 從此以後 從眾遊天海 圓滿自在 來 這個靜心蘭嶼 以 圓規歸圓 學師力成 綿綿若存 道化素蘭 生生不醒 所以 這個不是在 在為我自己推薪 而是說 素蘭醫學文哉社 很忙啊 這一本書要出來 要經過 何太太 她打電話 到東洋讀書館 需要一個ISDN的號碼 然後 一本書 如果沒有她最後的 默寶 這樣把它提上去的話 哪一本書 不敢出版 所以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還沒有那個默契啦 但是 到了後來 這個是 2013年10月 出版的這本書 生生不醒 The Revum Natura 人世間 最好的禮物就是 Cycles of Life 這本書 那是2013年 所以 自然力學文哉社 沒有停下來 只不過是 想要把它 一開始的 那一個雜誌 小冊子 再出來 同時 加上 這個 音響 讓大家 除了看到 聽到 之外呢 有比較 切身的感覺 我們說 這種 文字 詩者 所謂傳道 授業解破 這個是老詩 那在老詩 他一定要有 文字 有詩 來 做媒體 來介紹 那當然 雖然 這種 從 波羅 智慧 的觀點來講 文字 波羅 他是 文字 語言 這個 還是不太很好 所以有 觀照 觀照 之外 看月亮 不一定 看得很準 你說圓的 我說缺的 那所以 這個還有一個 十項的 波羅 那 所以 過去 我們有 有 組繭 學戶 舞居 那 到了 有 有 蔡倫 的 指章 埃及的 Papyrus 這個 中東 的 Cuneiform 過去 相當的 Burke 那越來越精煉 到了 Bootenburg 他的 印刷樹 或者是 我們 北宋的 蔡森的 這種 佛祝板 等等的 所以 讓我們 更進步 那 今天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 大家邀請更多 認為 我 不但看書 還希望能夠 可以聽到聲音 不過 我想 要求 還會更 更 增加 就是 有人會 要求說 我還想看到 影像 所以 在 2015年的 新科技 當中 有六項 六項 六項 重要 比心科技 一個是 明慧 手機 的時代 來年 另外 是 Virtual And Real 虛擬 時代的結合 另外一個是 影像 影像才是王道 就 除了我看到文字 看到了 聽到的聲音 但是還想看到 好 這一種 這個 這個聲音是來自於 來自於誰啊 那 何社長是長的什麼樣子 所以 這個是一步一步的推動 那今天我們 何社長他在推動 有聲書啊 有聲書的時候 那 那 我想已經是 跨大了一步 但是 將來 還會有人 跟你 邀請說 最好也能夠看到影像 但是我覺得 從我過去 學習的過程當中 如果人家問我說 你 你到美國 留學 你到底 受益最多的是什麼 我說 就是說 就是感受那個學風 就是感受那幾位老教授的 大太鼓在我頭上 這種 吞吟吐霧的 熏陶 所以 為什麼 我們說聖 聖這個字 大家去 領會一下 為什麼 諸心 被 擺裂在 這種 智聖 亞聖 忠聖 等等的這個行列 因為 他沒有得到 口耳相傳 的 這種 真傳 所以 老實說 齁 即使今天我們有這個有聲書 人家 人家還會跟你邀請 有影像 才是王道 接著還感受不到 那一種 一個長者 一個先輩 他的 心路歷程 學識歷程的 那個 溫馨的提拔 馬 所以 這個都是 有待於我們 學習的過程 而在這個 學習過程當中 我們 好像 都 就只有 領會到 這個 有這麼樣一位 陳老醫師 陳崇玉醫師 他的 一道革命 他的自然療法 在這裡呢 我們還要介紹一位 就是 常常在何社長口中 傳達這一種 言之有無 讀之有趣 協志有效 簡單提醒 等等 這位是誰呢 是 焦金唐先生 焦金唐先生 活到九十幾歲 在我 寫這一本書 2004年出版的時候 他幫我寫了一個序言 他說 哲學養命 自然養生 他說 天下 文化事業創辦人 高熙君博士 倡導 讀低流師 做低流人 講到這裡呢 我們 也要 來扣等一下 高熙君博士 他的話 如果要派人的話 就勸他 辦雜誌 因為 嘿嘿嘿 老實說呢 辦雜誌不好辦 也不一定會賺錢 你如果到河陽部那裡去看的話 遠東思局現在躲在樓上 就只有賣兩十斤的字典而已 這個蕭條的樣子讓人家心痛 所以 但是 何先生 他是一個 有 武訓的精神 鐵齒磨成繡花針 這一種 再苦 炎盆脫破 受苦心 那 但是 他就是要 把鐵水磨成繡花針 的這一種 知其不可以而行之的 這一種勇氣 我在這裡 你深知的 祝福 由這一種感當當 有願景的人 一千七百五十一年 法國的第一本 Encyclopedia 一千七百五十五年 Samuel Johnson 的第一本Dictionary 每一次 我讀書的時候 按頭上 一定是這一些大本的 中文、英文、外文的四點、十點 每一次我一看到 我就會 會向梁師兄教授 寫著你 他 讓我能夠 了解這麼多 有問題 我就打開 來大英百科全師 這些真的是 默默的 有一天 我希望 我們 華人世界的 自然醫學的理念 漸漸都能夠透過這個窗口 而在這個窗口 我也希望 何社長 一定要本著 你在世界自然醫學公報裡面 談到的一些理念 像APH HPA 頂德哲學 等等的 我們都應該要 棄而不捨的來掛勞 我們今天是一個咖啡 很POPULATE的時代 有一個名 有一個牌子叫做BARISTA BARISTA 它應該就是像調酒師一樣的調咖啡師 BARTENDER是調酒 他這個BARISTA是調咖啡的高手 現政府這個名嘴 為他廣告的時候 有兩句話我非常喜歡 淬煉成就疾病 這個送給額社長在出版這個雜誌的時候 淬煉成就疾病 最近又出了一句話 他說 可以抄襲 無法超越 我們過去都是粉著 百全所有 歡迎不救 不過老實說 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去擷取人家的精髓 所以我就喊出了 百全沒有 歡迎不救 那好像 這個跟BARISTA的這個廣告 可以抄襲 無法超越 只要你堅持站在你崗位上面努力的人 一定不怕人家來抄襲 一定不怕人家超越 不過這個BARISTA的廣告 我後來仔細 他還沒有我們的心胸 他可以拿掉 抄襲 即使你抄襲 無法超越 你看看喔 他可以拿掉 但是我們說 我們就是希望 有人能夠來 來抄襲我們這些 三生有幸 三元合一 頂的哲學 等等啊 ADH HPA 大家好好的來抄襲啊 所以 可以抄襲 百全沒有 歡迎不救 這個也是 我們在今天 要跟大家 來分享的 至於最後一個鐘頭 何社長他想要來 表達的這種 對於三高的 逆轉 還有根治治療等等的 這個議題呢 我覺得去年 12月3號在馬來西亞開會的 中華自然理學論壇 中華自然理學論壇 我那時候已經勾勒出了一個 抓字源頭的 這個 這個大方向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液經的第二卦 吞卦的 後面有 孔老夫子 他對於吞卦的縮文 他說 黃宗 黃宗通領 黃宗通領 這個是很不容易 拿到的 于佑任先生的莫保 我在那次的大會 因為講的 心血管 腦血管 和癌症等等這些議題 不都是 我們的 通道 不通常嗎 如果我們能夠 黃宗通領 就是換一句 United Airlines 他的廣告 Friendly hubs 他的樞紐都很Friendly 四通八達 那麼 這個不是就 思想溝通 氣血溝通 兩邊通 等等 我也從這裡 來猜想今天的三六八計畫 我不曉得 河社長在賣什麼關子 那是三 大概是講三通 他開始的三通 後來六 大概是後來的六通 那我不曉得八 八是不是在講我們的八政大還是什麼 我不曉得 那等候就請大家說明 但是 在這裡我想要說明 再補充一點 我上回的演講 只是講到了一半 羅馬帝國的強大是因為他打開他的遲到 秦始王的這種統一六國 他也暢通遲到 但是太暢通的結果 也是一隻大隻隻他的緩呼過來 來攻到羅馬 同樣的道理 我們一定要正位居體 防中通理的同時 也要正位居體 這樣才能夠 處於永久不敗的境地 那這個是 我對於 我不曉得 十一點半之後 還有沒有時間 comment 但是 這個是我的一個補充 那 我也希望大家有機會 看看 蕭基堂先生 這個對於 哲學養命自然養生的 鼓勵 那還有 在這個2015年的大科技的 呃 呃 的介紹當中呢 第六項的介紹就是說 對於癌症的治療 不是什麼 看到那裡那個標靶等等 那個已經 或者是開刀化療放療 標靶等等 不是 而是 這一種 整體健康的 免疫的 的療法 這個才是焦距 而講到這個免疫 這個不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起我們的 Homeostasis 有了Homeostasis之後 才能夠有immunity 才能夠達到 我們自然療法 所要強調的 Medicatrix Nature Medicatrix Natura 這個不就是 我們所要珍惜的嗎 所以 健康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我怕擔任太過的時間 那今天在影連上面 多說幾句 謝謝